六福村 桃園市政府 新竹县政府大甩锅 人民立委愤怒甩锅 不满沸沸事件中 桃園市政府 新竹县政府及六福村 推卸所有责任 尤其六福村前后说辞不一 深圳扬言对猎人提告 让猎人独自承担舆论压力 立委曾以批评六福村是整起事件罪魁祸首 想借由诉讼分散管理疏失的焦点 要求领务局等相关单位 彻查馆内动物数量 避免未来再发生动物议失 让原方隐匿情形 曾以呼吁抵制六福村及相关企业 甚至要求关闭动物园区 直到改善为止 到底还有多少的动物流浪在外 已经议失了 这个部分我也一并要调查清楚 请领务局务必督导新竹县政府 要落实盘点这个六福村的动物的数量 立委乌立华则指出 这次事件让猎人身心灵造成巨大创伤 也图悬国内在野生动物抓捕行动 上缺有效的规范及技术 领务局表示 以演绎修正野保法 除了提高动物议失罚金 发生议失导致主管机关协助围捕所衍生费用 也将有四组负担 此外也将修正保育类或具危险性野生动物 饲养繁殖管理办法 强化保育类野生动物个体管理 所以未来怎么跟学界一同的来组织一个SOP 我想这个是这一次的一个事件所凸显出来 政府单位必须要关注注意改进 至于未来与猎人合作关系 领务局毁映 国内移除外来种等相关工作 还有赖他们协助执行不会停止 强调与领务局仍会保持一定信任度 原是市网虎宋把渡 立法院采访报导